以新的奋斗书写十四五发展答卷 中公评论 中公王 请点赞订阅 谢谢 在实践中发现问题 集思广义求解答案 付诸实践推动发展 这条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径 以两会为原点 延伸于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 保持万众一心加油干 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干劲 过了一山再登一峰 跨过一沟再越一鹤 新时代的中国 并能在奋斗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全国两会落下帷幕 今年依然以总理记者会作为压轴 对媒体提问 总理有问必答 既解读6%以上GDP增速的设定初衷 也回应创新突破所面临的卡脖子问题 还关注注企纾困 养老脱幼等名声关切 向世界展现出清晰的中国方案 详实明了 干货满满 总理与中外记者的高效互动 也是两会会场内外智慧碰撞 观念激荡的集中缩影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 今年的全国两会节点特殊 意义非凡 开局之年再出发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如何壮大国内市场 激发内需潜力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会有哪些新部署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强化民生保障 将有哪些新举措 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 来着力稳固经济 把就业放在六文六保之手 不能再让老人为异地报销医疗费繁心 借由两会平台 一系列国际民生的焦点 深化改革的痛点 未来发展的亮点 经过充分讨论凝聚共识 进一步明确了破题方向 奋斗蓝图 两会时间 标注着人民民主的进程 书写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动实践 有人说 两会就是以中国式民主助力 破解中国式问题 在我国政治制度的架构中 两会不仅仅是隆重的政治仪式 更是集中研究处理发展问题的重要枢纽 会前 代表委员充分调研收获问题 形成议案提案 会上 充分讨论形成共识 将党的主张 人民的意愿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 会后 返回岗位 比例前行 将两会共识 贯彻于具体工作 在实践中发现问题 集思广义求解答案 付诸实践推动发展 这条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径 以两会为原点 延伸于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 新中国穿越七十多年风风雨雨 之所以能够始终挺立朝头 创造是所罕见的经济 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 长期稳定奇迹 很大程度就在于 我们有这样一套方向清晰 落实有力的制度设计 确保大政方针始终聚焦时代主题 始终体现人民意志 始终沿着历史的逻辑 不断向前 十三五圆满收官 十四五全面开启 经历过新冠疫情这一二战以来 全球的最大危机 今天的中国 来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关键节点 一方面 世纪疫情叠加百年变局 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黑天鹅平飞 灰犀牛乱撞 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断抬头 另一方面 战略机遇叠加风险挑战 经过七十多年奋斗拼搏 我们积累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拥有无比广阔的发展空间 但越是接近民族复兴 越会遭遇逆风逆水乃至惊涛骇浪 向前进 既要有志不改到不变的坚定 更要有一往无前风雨无阻的意志 保持万众一心加油干 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干劲 以过了一山再登一封 跨过一沟再越一鹤的苦干实干将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新时代的中国 并能在奋斗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接力探索接续奋斗的结果 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成前起后既往开来中推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终点 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终点和起点的转化 体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折射百年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如盘初心 当经历过十三个五年计划规划的努力 进入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上时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也在随时代变迁而变化 人们期待国家繁荣进步的大成就 也在以改革发展成果的小确幸 关注GDP增速三驾马车等大数字 也关心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小账目 如果说 两会之上 代表委员们聚焦的一个个热词 就是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件件小事 那么会场之外 锚定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 一件一件抓落时 一年接着一年干 把民生清单变成幸福清单 中国知智就会拥有更深厚的明星基础 更磅礴的力量源泉 在两会读懂中国从北京汲取智慧 这是近几年外媒报道中国的常用话语 某种意义上 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作为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勤起者 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也犹如墨水滴入水面 随着涟漪的扩大 影响层面越来越广 中国正寻求更高程度的对外开放 中国仍将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动力 透过两会 世界看到了中国发展新局中 蕴含的巨大机遇 更体会到中国人 人类命运与共的情怀与担当 扎扎实实办好自己的事 一个重义守信自信拼搏的中国 必将在为自己创造更加美好未来的同时 也向世界传递更多稳定性与新希望 道足且长 行则将至 征服漫漫 唯有奋斗 新的奋斗时序已经开启 让我们审时夺势 不负韶华 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 成就一个东方大国的复兴宏愿